主寶是Javi的生命 他非常喜欢宝石 在宝石这个行业 跟艺术是没有相关的 艺术要跨到宝石的领域也非常困难 因为所有的艺术品 只要一根就可以创作 可是假设像艺术主寶 那要一个team才有办法完成 对我们来讲 在贵重的宝石 它只是一个色彩 它只是一个材质 有一种画作叫做点画 点画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人家下面一个色点 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你必须做出建成 做出线条陈述 他的作品来讲 我觉得他是一个雕塑品 跟油画的混合体 Javi非常喜欢艺术 包括音乐 包括805 1920年到1940年 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到芭蕾去公演 那这个时代也是要做法国的文艺复兴的时代 那Javi呢 他首读所有的历史 选出舞会举行 他创作是五个戒指 帕布罗法就是第一件作品 他的所有创业全部来自于他生活所接触的 就像所有的艺术家 我怎么样用我的作品去呈现我所感受到 你会觉得 哇 很美 然后你第二个感觉是 这怎么完成呢 因为我常问他说 为什么你总是可以选到非常漂亮的宝石 他说宝石会跟大家说话 题外话是我就说这是一个疯子 他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家 以他在短短十八年的时间里面 有两百多件的创作是非常非常难得 然后就另外一个作品叫阿玛诺 非常会找到 阿玛诺